超强台风苏拉逐步靠近 天文台今日31日清晨5时 定预测路径 苏拉会在明日1日至后日2日相当街 珠江口一带 天文台一同时调升本地风力预测 料明日1日本港广泛地区由北至西北强风 后吹北暴风 长洲等离岸更达12级预风 相当于10号风球度 有可能自2018年超强台风山主席港后 再次挂10号 天文台预测长洲等离岸地区届时会吹预风级大风 按照天文台的匍匐式风级表 12级为该表最等级 每小时平均风速可达64海里 或以上平均风等如获大于每小时118公里 根据匍匐式风级表描 届时本港海面空气充满浪花白沫 能见度大受响 另外 地下天文台台长亦在FB专业指 虽然中央预报仍然坚持登陆广东东部 但位置已稀掉至尾 换句话说 无论哪一条路径 香港吹裂风的机都正在上升 翻查记录 自1997年起天文台只发出四次 耗聚风信号 包括1999年台风约克 2012年强台风维森特 20117超强台风天歌及2018年超强台风山竹 当中约克级竹悬挂时间长达11和10个小时 造成严重破坏 分别成500及458人受伤 海陆空运输服务瘫痪 星岛 调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 容 互助 还有 不